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苏伟作为青岛队的内线主力球员 在球队没有找到合适替代者的情况下 绝对不会轻易转会 关于网传的高尚加层凡日加赵徐红的三换一方案 张北海表示 对方的确提到过用高尚换苏伟的方案 但其他两名年轻球员根本没有听说 从这则报道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一 广东确实就苏伟转会与青岛有过沟通 二 广东的筹码是用高尚的永久转会换苏伟 不是网传的高尚加层凡日加赵徐红的三换一方案 三 苏伟不是不可以交易 但要有诚意 简而言之就是交易筹码不够 显然广东需要内线蓝领苏伟这样的球员 但青岛也不富裕 广东能内线除了一件联合任俊飞 能用来交换的只有曾凡日和赵徐红这两名年轻内线 这已经是他们能拿得出的最大筹码 但在青岛看来诚意依然不够 这两名球员上赛季出场次数最多的是曾凡日 十九次出场 但长军出场时间不足四分钟 赵徐红更是只有四次出场 这两名名副其实的饮水机球员怎能和苏伟相提并论 从青岛总经理张北海的表态看 广东想继续这桩交易的难度极大 伴随幻苏伟传闻的还有广东又一千下坡件的蔡臣 蔡臣上赛季在范冰指教时出场18次 场均8.6分钟 这或许是广东幻苏伟不成功的预案 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 即广东用高尚的永久转会 加藤凡日 加赵徐红 加蔡臣来 换苏伟方案或许能打动青岛 毕竟蔡臣上能做轮换球员使用 而赵徐红215厘米的身高也算稀缺了 引进苏伟暂时受阻 但广东抑郁补补强内线的行动不会就此停止 一切让时间来揭晓答案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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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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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